为了让我们的朋友的小朋友 要有机会接受到电影文化 今后我们文化发展翌日 也在北京布导翁的奇幻旅程的电影 变得可恶的轮廊 让小朋友免费来看 办这个活动是由 口湖的金福安文化发展协会 然后为了庆祝农历七月初一 听府八千岁的圣诞 然后结合一个艺文活动 那口湖是我们乡内的偏乡地区 那很多小孩子没有去看过电影院 那这次就刚好 结合布导翁的奇幻旅程 然后来办这样的一个艺文 都来庆祝顶部发展翌日的圣诞 电影的导演也在现场 他表示这件的活动 是这部电影第二年的第一站 跟那个止风车的前辈一样 带着这个电影到每一个乡镇去 我们叫做行动院线 这是行动院线第59站 而且是第二年 迈入第二年的第一站 就来到我们口湖 导演表示 会算在口后有两个原因 这部分是因为电影的主角 跟正风市的生活背景相同 口湖第一个印象就是 正风起先生的故乡 那我们不导翁的奇幻旅程 里面的小男主角 也就是得了骨肉流的一个 智障的小朋友 所以这个联系性是很强的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当然很感谢 金福安文化发展协会 丁福王爷 他是一个读书王爷 就是鼓励小朋友 要给他讨历 跟我们在推的儿童乐听环境 这个议题 是非常非常一个 很巧妙的一个连结 除了今天电影的观众以外 明天也有恐怖劳力的活动 礼拜天早上呢 7点我们会从我们的红毯 然后遵循鼓励 带着项链的小孩 然后拿着网页出群的指示牌 然后很庄严 隆重简单 然后回祖庙福安工业主 靠欧向来的国小哈欣 以及幽顶的小朋友 我们就有这个机会来看电影 透过电影内容 也将对球望向的台独 以及关怀社会 幼稚进行团形下去 其他公众品 彩虹不得 感谢观看